电是如何运送到家里来的呢? 让我们来参考底下这个图形 其实从台电将电送到我们一般的用户来 一共包括三个单位 一个是发电系统、供电系统以及配电系统 那所谓的发电系统主要是产生电难的一个设备跟装置 我们现在台湾呢 目前用的还是以火力为主 其实呢有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核能发电所产生的电量 还是台湾的这个用电量的最大的最大中的前三名 当然我们现在在发展风力发电还有太阳能发电等等 那么这些发电的系统所产生的电能呢 要经过输送的线路 一直送到小型的工业用户或者是住家 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所以同学在这个线路上面会看到电流会由发电厂输出 但是他想办法还是会回到发电厂去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电能的一个转换 那你也看到这里有很多个以KV为单位的数字 这个讲的是千伏特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电压值呢? 因为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是会经过好几次的改变电压 所以同学如果看到路边的电线杆 看到这个电线的时候要小心 你要想想这里面是不是高压送电的一个过程 它是有危险性的 没事不要太靠近它 或者是拿风针的线去跟它连接起来 让我们来认识电力输送的这个过程 台电系统呢 包括大型核能水力火力等等 它产生了电力之后一般会先让变压器 升压升到34万5000伏特 然后再利用输送的电路来输送 透过了这个超高压的变电锁 还有一次变电锁等等 把它降压分别到16万1000伏特 还有6万9000伏特 来提供这个科学园区啦工业区等等 大型的这个用户的电力 再来透过配电的这个变电锁 还有二次变电锁 甚至配电系统或是居家附近的这个 我们看到有的是路边的这个 变压器的一个电箱 或者是那个高高的电线杆 再经过降压分配来提供一般的用户 以及名声用电 如果今天发电厂这个输送的电线 或者是变电锁在供输电力的 这个电力不足的话 是会影响家庭用电的一个情况 发电厂产生的电 它是如何经由电线输送到各地 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 因为从发电厂到用户端距离 距离非常的遥远 那这个电线呢 一定是有电阻存在的 当电流流过这些电线 热效应有可能会让电线本身发热 来造成电能的损失 所以如果输送过程当中 电流越大 损失的能量 它就会越多 大家还记得 我们可以利用电流通过电阻 来产生热能的电流热效应吧 所以在电力输送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路线很长 我们就一个 一定是要采用电阻很小的铜线 大家记得导电性最好的是银 第二名才是铜 但是因为成本的考量 所以我们的这个输送电线 还是用铜当作材料 那除了这个铜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降低电能的耗损呢 我们可以想想看 电流流过电阻所耗损的电能 可以用P等于I平方R 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 来做一个估算 所以除了降低线路的电阻R 如果我们也可以降低输送线路的电流I 就可以减少耗损的功率 因此呢 我们在考虑发电厂它提供的时候 它的电压呈电流 也就是输出的功率 我希望它不要降低 我并不希望因为它输出来的电流比较小 所以呢 发电厂供应我的电能就降低或是不够 所以如果你要保持这个 输出的功率是固定的 电流要变小 那么可能就要提高电压 因此呢 P等于IV 如果输出的功率是定值的情况下 希望电流减小 那么我们的电压必须要提高 发电厂使用大型的变压器来升高电压 它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输送的电流 如果发电厂发出来的电功率保持一定 那这个线路呢电阻不会再改变了 我们来试推算一下 发出的这个电压如果变成是原来的5倍 根据P等于IV电压提高5倍 电流就会变成原来的5分之1 而输送线路上的能量损失呢 根据P等于I平方R R不变 所以呢损失 电能的损失会是电流的平方倍 也就是5分之1的平方 25分之1倍 所以你看这样子是不是降很多 换句话说 如果发出来的电压是原来的N倍 电流就会变成原来的N分之1 因为P等于IV IV是乘反比的 电压跟电流乘反比 而能量的损失你可以用 I平方R电流平方乘以电阻 电阻不变的情况下 能量的损失跟电流的平方乘正比 就会变成N平方分之1倍 而这个高电压呢 如果要输送到家庭里面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要经过降压 各地的便电所降压 再输送到用户端 所以整个电力输送的过程呢 从发电厂 它会先升高电压 然后呢再经过便电所降压 再来呢 像这个地面式的变压器 或者是这个赶上式的这种变压器 再送到住家 一般住家用户用的是 220伏特或者是110伏特 所以整个电力输送的过程 除了用电阻小的铜 我们还想办法利用改变电压 来减少这个电流 降低整个过程电能的一个耗水 我们下期间的电能的变压器